有两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一个就是说 年轻人觉得是他缺钱 另外一方面 我们在中国社会里面 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现象 更值得我们关注 即使在中国社会里 有些人已经有了很多的钱 他们不知道怎么用钱 缺钱是很可悲的 如果你钱很多了 你不会用钱 我觉得更可悲 丁老师 其实还有第三个问题 更可悲 为什么缺钱没人帮他们 没有人去设立这个制度来帮助他们 那第三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很好解决 就不是很好解决 很好解答 那当然就是因为 你今天在中国 如果你是个有钱人 比如说我要设立一个什么 基金会帮助什么 可以 你先去民政部门 一大的手续 账户挂在全国红十字会 那中间一大堆手续 搞一大堆东西 那么然后经历的重重的东西 然后你偶尔听见 有郭美美这种事情发生 你想想看 算了吧 我还是 这个我觉得 刚才丁老师您讲的那种 就说有了钱 不知道怎么花 对吧 这种可悲呢 我想有我也不能有 但是我要说的是 另一个就是说 你比如说 我敢说 我现在就拜金主义 所以你为什么批评孩子 什么拜金主义 因为我 我现在觉得 我对这个社会 一切的感觉 你说我俗也好 我有我的这个喜好 我有我的精神世界 可是我仍然认为 赚钱第一 我觉得我确实把钱 看在特别重要的 这个位置上 你看 所以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们都曾经 视金钱如粪土 我也曾经 但是总有一个时候 让你觉得 这钱呢 太那么重要 不是粪土 钱不是粪土 钱不是粪土 我们自己才是粪土 说得好 有了钱粪土 就不是粪土 你们能想起来吗 就是什么时候 某一个时候 你觉得要挣钱了 钱很重要 是碰到了什么 你们能想起来吗 我就是第一个 我第一次觉得 我不能不把钱 当做大事的时候 是自己有了孩子 我可以告诉你 我在这之前 过的认识 很多男人是这样 我过的所有认识 一定比你们三位 更贫困 我不要讲这个 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 我是按货龙胜利出来的 我以前 再穷的时候 我都不怕 我第一次怕我没钱 就是因为有了孩子 对了 这是很多人有功 我好 轮到我 我跟丁教授 相同了一半 我也是 唯一一次 孙平觉得 而且是真的穷 要去银行借钱 我还记得 借了三千美金 你干嘛 非常 取 取入 你干嘛 基材你们 你干嘛 我就是跟你 对了一半 第一个 我生了孩子 来年我小孩出生 然后呢 我同时买了房子 然后呢 孩子跟房子 在香港买房子 我生了孩子 很高兴啊 高兴的时候 雪就上大脑了 上大脑冲昏了头脑了 刚好暑假 回香港 觉得那个 在北角 也有房子 还蛮便宜的 三百多万这样子 然后三百多万 只有什么 十五平方米 小小的 刚好可以站着睡觉 那有地方 那我就买了 结果买了房子 要生了孩子 那个负担就很重 那当然 我还记得 回到美国 继续读书了 读博士学位 才发现钱不够用 所以呢 然后再加上一个 说起来惭愧 我那时候非常好赌 你也知道我好赌 每个礼拜 开车去那些 原住民的赌场 你会说好吧 赌一下吧 赢回来吧 把房子赢回来 结果几乎输了 两栋房子 所以就去银行借了 然后借了三千美金 我觉得那种 羞辱的感觉 这赌饮为什么借不掉 赌饮是借不掉的 后来我借掉了 很少有人 你觉得当时 为什么不剁手 也要去赌呢 我说过了 因为在澳门 输了一把很奇怪的 有点像简单来说 赌了三个通宵 我老婆陪着我在旁边 你老婆在旁边 我老婆是穷 你老婆 把我穷坏的 是的确穷坏 然后赌赌赌 什么信用卡 都拿去刷来赌 然后输光了 最后一把再刷 刷了几万块港币 丢下去当庄 长话短说 就是好像 有没有看赌神 那种骗 我拿了四个K 对方拿了四个A 我的天啊 然后刚好在这个时候 外面天亮了 传来一声激提的声音 但我觉得冥冥中有暗示 这是老千吗 不赌场 我不觉得最好晓得了 因为那时候感觉是 天把我服了 天亮我不赌 哪有最后一把 拿压最多 好像五万块港币的 下去我拿四个K 你拿四个A 这样 那我就 就跟老婆说 回去借赌 然后呢 天亮了 就去码头 买船票回香港 去黄大仙 就拜拜 后来信佛了 我也收佛 当然不去黄大仙 当时就去黄大仙 说不赌 以后所以不赌 所以那些赌徒 应该多找找鸡 是吧 今天鸡脚 你这个赌的经验 我印证了 我父亲的另外一个经验 我很有趣 为什么我不赌博 就是因为我父亲 跟我讲过一个道理 他说他赌博啊 在政治上帮了他 我父亲是乡村里面的 那个传统的郎中 郎中 医生啊 他说呢 郎中呢 他说 得来的收入是现金 他的同事们的郎中 得了钱以后就买地 等到1949年解放以后 很多人就被判成地主 对 那就惨了 他喜欢赌博 他不喝酒 他抽烟 他赌博 当然他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课词 今天带多少钱 输掉了 不会寄钱去赌博 然后第二天他在协议 赚了钱再来赌博 所以到了1949年的时候 他一乘地都没卖 都没买到 结果家里还是继续保持平容 哎 哎 这个有趣 这个有趣 玄乎济世 和烂赌 所以1949年以后 他一直成分好 活着我就完蛋了 就像活着鱼环的 所以可见这个革命 是颠覆了我们很多传统观念 传统的道理 对吧 传统观念是 你不应该赌钱 有钱要买地 就革命一来 是赌钱救命 这就说明革命 是重新洗牌 对他 变成四个尖 文道还没回答这问题 我好像我想不太起来 我当然比如说 今天他觉得你可以把钱 你当然是一队有钱 所以你没这个概念 你太有钱了 不是 就比如说我当然遇过很没钱的时候 比如说哎呀想找工作或怎么样 但是我倒没有很急切的感觉说 钱太重要很缺钱 因为我想主要理由 我第一我没孩子 你饿过饭吗 你也没饿过 我没房子 没有 我饿的意思就只不过是 比如说我剩下 比如说几块钱 我去面包店 看看我买得起哪一个面包 我就买了那个面包 吃了就今天 但是我从来没觉得太担心这个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就是觉悟的人 不是说不觉悟 我当年很不觉悟的 就欲望很多的时候 有慧根 也总是不觉得很担心 我总觉得我很需要的时候 我大概还是有办法 其实我觉得我真正开始败金 就是从前几年开始 在此之前呢 咱们就是我觉得我都是还是 不说是金钱如粪土 但是就是说 有的钱我是不挣的 你比方说你让我走红地毯 扫的话吗 丢人不丢人呢 我就不去吧 然后呢 比如说甚至是拍广告 哎呦我的天哪 几百万的广告 是 我就能推 为什么推啊 因为这么傻逼的一个理由 我今天想起来 就是说 我觉得呢 那个广告照片啊 他是想让我做一个 治近视眼的一种医疗的 那个治近视眼的那个广告 我就因为听了 他说啊 你要拍个照片 都放在机场火车站 这个照片呢 就是说啊 我治好了近视眼吧 就这样 我终于摘掉眼镜了 就这样 哎 我仅仅是因为觉得太寒碜了 我讲到的是 我说我的私人的朋友圈 他们要是从飞机场下来 看见了 哎 可是这跟几百万 怎么比啊 我你知道吗 可是当时你看 就像您说的 一个人吃饱了 全家不饿 就这钱哥们可以不赚 没问题 不丢这人 可是你知道 我是个复合的原因 一个就是 就是妈妈 一下子进了ICU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哎 你喜欢一个女孩 我就说跟这个有关系 我过去 那天我还跟香港人 一个香港导演说 我说我们这岁数的 没有习惯说拿钱泡女孩啊 我们年轻时候 都是空水淘白狼啊 就是一杯水啊 还什么呢 就是要花钱 现在也是 我意识到 你可以跟人家谈恋爱 可是真的 你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人家家里也要钱呢 所以说这种复合的原因 在中国这个社会里 我就觉得 哎 钱能 我有爱情 好吗 我也纯洁 我也有人性 但是我仍然觉得 钱 就最好了 就就 有了钱 我这些都可以 一顺百顺 没了钱 我这些 你讲这个道理啊 还没有 我听到另外一个道理 对我更正经 我们中国人都说 犹太人会赚钱 犹太人把钱 看得是高于一切 全世界 我们都知道 有钱的犹太人 就是完全的犹太人 金融家 终于有一次 我被我在美国 念书的时候 最好的朋友 他是犹太人 他们家邻居 就是基辛格 他就讲 但你们 这些 这些亚洲人 总认为我们 犹太人 爱钱 他像我以前 为这一点 他很羞耻 因为他跟我们 是一代人 他比我年轻 几岁 但后来 他像我的父亲 跟我讲了一句话以后 从此以后 我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讲 四世代代爱钱 他像自从 在欧洲 他像在亚洲 还有美国 这个经历 在欧洲 世世代代 犹太人 一旦遇到了 迫害犹太人的时候 无论是有什么理由 最后能把一家人 把一家人的命买下来的 就是钱 但是犹太人不是爱钱 犹太人爱的是这个钱 能买下来一家人的命 所以我们要把钱 足够的状态 我们因为不可能 指望任何人 任何政府 任何法律 在欧洲 你说的就是 我在中国的感觉 我认为我要不多 短点钱 我靠不了任何人 包括很多年轻人 没人来救你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 我们这个社会 不管是公营 还是私营 你最后你明白了 一切的服务 就是为了赚你的钱 学校也是要收你的钱 老师也是要收你的钱 去个交流项目 也是要钱 你干什么 你都是要钱的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医院也都要你的钱 医院要你的钱 所以 文道 你就讲 回去 我刚补充了第三个问题 我刚我们前面讨论 都有年轻人 什么缺钱 我说还有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人 愿意帮助 拿钱帮助 刚文道给的说法 会被查 所以我说 很复杂的手续 真正种种理由 没有一个相对妥善的公共 或者说私人的援助制度的时候 大家没安全感 所以刚爱钱 要钱 拜金的背后 其实是怕穷 因为你一穷 就死无葬身之地 想申请公共援助 政府借钱 没有 或是说很羞辱 很羞辱的才能有 很羞耻 很难受 要跟人家要钱 没有尊严 所以爱钱是很笼统的说法 为什么爱钱 像我也爱钱 背后的动机 就可能每个人都有故事 像你刚说 犹太朋友 像我刚说 为什么我去银行 本来非常正常 跟银行借三千块美金 给他历史 那种羞辱的感觉 我一直忘不了 因为我小时候 来年 对不起 来年 大概来年 1993 我小孩刚出生 然后因为我小时候 我妈妈也爱赌 我们赌是遗传的 跟你喝酒一样 你们家什么家赌啊 你们家连个举家 你爸爸 是为天上人间倒闭而哭 然后你妈又爱赌 这一本上四个字 嫖赌饮吹吹 我最久失读 我家族也是这样 然后我妈爱赌 那时候赌了钱 家里也的确穷 贫困以前 然后我记得 湾仔不是有压店吗 当铺 当铺 对 他带我 跟我姐姐 左手牵着我姐姐 右手牵着我 去当铺 当一支表 还是什么表 当铺都要进去 要柜台 很高的 你抬起头来 那个人坐得很高 往上看 一来为了防盗 让你藏不掉他 二来就是给你这种 没尊严的感觉 心理压力 是的 压力 然后拿下那个表 看见我妈 然后就说 难表一个 二十五元 要不要当 然后眼睛还深眯眯的 我小小看到我妈呢 当然我妈也深眯眯的 看回去 对抗那感觉呢 可是我妈 有没有深眯眯她的事 重点是 我觉得非常屈辱 为什么要跟人家求 这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零年代 出六十年代底 我大概八岁九岁 我一九六三年 然后可能那个根源 到后面 我有一个弱点 很讨厌求人 任何事情 很讨厌 一求人家帮 不帮我就觉得 哎呀 我宁可死了 很丢脸 帮我呢 我就觉得欠了他一辈子 好像这怎么还都 还不了那种感觉 所以说爱钱啊 其实背后有不同的理由 你刚才说一个 妈妈的生病的事情 犹太人是一个 只有叫家伙追幸福 从来没有缺过钱 对 可是有从来钱不借给我 所以你朋友 我给我借 为什么说缺钱 缺的是什么 因为现在钱就是尊严 钱就是爱情 是吧 钱就是正义 钱就是自由 钱就是自由 对吧 如果我们把这个 都等值于钱 我认为 你不能指责任何人 败金 这不就跟败上帝 没什么两样 卡尔马克思讲过这个话的 卡尔马克思 到了现代社会 一切人类所真实的东西 最后来都会用钱 来交换 是 马克思老板 你讲过这个话 你瞧瞧 现在商业社会 这并不是我们的 商品 所以说到商品 我特别 最后来要讲一句 我为什么觉得 就是你们一开始 讲的就是说 你说你单身没有孩子 为什么在几个文明的 大宗教 文明传统都讲 如果你想做一种 这个 不同于任何凡人的事 你不要成家 你不要有孩子 你知道吗 革命者 无论是革命者 还是 你就没有任何担忧 没有负担 没有钱 你也能够活下去 北京上海 有的人过的 就是天人的生活 对吧 可是实际上 今天就是还有一年 才吃三次肉 甚至就说 多长时间 吃一次大米 你以为今天中国 没有吗 你不要讲 中国大陆了 香港 我们的门关电视 我们都知道 你这个就是 几年以前 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 我太太老跟我讲 说是看那个节目 很震惊 就是香港 就是采访 那个贫困人家庭 就一个小女孩子 已经是上到了 这个初中了 然后就是有一次 考成绩考得不错 然后就问他 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最大的愿望 想去吃麦当劳 喝到这个节目 我看来我们都是内奔的 因为在香港 这是全世界人均收入 平均收入最高的地方之一 一个多到了初中的女孩子 竟然最大的愿望 是上次麦当劳 香港的贫富悬殊 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也是最厉害 可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从 另外一个角度看 看你用什么字来提问 因为假如你那一句是说 缺钱怎么办 那假如穷到 比方说吃不吃 麦当劳 或说在香港住板建房 农屋等等 或说农村的小孩 他的情况不是 不叫做缺钱 他是贫困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而当事人贫困的人 往往有时候 他就熬 反正叫天不应 叫地不闻 他有时候贫困会把你整个人麻木起来 你不会觉得我是贫困 因为你以为生活就是这样的 你不接受现实你就死了 没错 真的觉得说会问 会提问 缺钱怎么办 我说我穷 这大半就不是太贫困 我完全同意 这就是在城市里面 我需要钱喝红酒 买包包 我举例子 你讲话 我讲就有个概念 因为我很多年前的时候 我跟另一个朋友 我们当时带的香港一个 那个年代比较有名的一个 叫做低下阶层住的地方 很糟的一个公共房屋规划 我去过 对 我所有的都去过 我们就带一些小朋友 也不叫小朋友中学生 我们说我们带他们去港岛 去转一些地方 跟他们谈一些事情 就等于像上课 街头上课一样 然后我们就约大家在金钟地铁站等 OK 我们都觉得是很自然而在 香港人搭地铁 对不对 你说在金钟 就港岛的枢纽站 在那个地方站 我们在那个地方的 恒生银行等 这是全香港都知道的一个 一个约人等 最好等的地方 结果 那一大帮孩子里面 有二十多人 就举手说 怎么去 从来没去过 从来没去过港岛 香港人 香港人 是因为对他们来讲 那不在他们的世界之内 他没那个概念 但他也不觉得很怎么样 你们二位 刚才你这个主持人讲的这些道理 其实在经济学上 很注意把两个概念分清 一个概念 叫做去钱 我们叫去钱 英文讲的是 Wants W-A-N-T-S 我想要什么东西 愿望 一个是贫困 你刚才讲的道理非常 五千万人 六千万人 贫困也一样 这是贫困 贫困的人 解决的是needs 我必须的东西 N-E-E-D needs 不都是负苏 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大陆 你一讲 你什么 遇到那一帮人 他不属于needs 他不属于在 必须方面 贫困 他属于Wants 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他去钱 你要把这两个人去本 你要不把这两个人去信的话 好 我跟你说 我就是你扶贫的对象 您哪 您哪还有红酒喝呢 我就是你扶贫的对象 缺钱 你就缺钱 什么叫富有 富有就是你的欲望 比你的收入小一块钱 那你就 我都觉得 你这就是不了解人间几乎 他就是说啊 比如说一个大学生 你知道吗 他 我现在发现啊 就是说这个缺钱呢 会带来很多挫折 你知道 一个现在大学里的一个学生 如果你缺钱 你甚至都不能勇敢的去说 我爱你 你不能 你没有这个 去追一个女学生 他们叫什么home party 就现在 我原来 那天我跟一个大学生说 我发现他们现在要的生活 我过去在武汉大学 我说我们基本上不出校园的 我们那个时候 真的所有消费 就是在校园围墙以内啊 他现在 同学过生日 那去唱个歌吧 是 你老让别人买单吗 大家聚个餐吗 你老让别人买单吗 你知道吗 你慢慢的 你就变得萎缩 变得自卑 甚至变得阴暗 就是甚至现在同学之间 有点什么呢 同学之间都是说 你不要在朋友圈里晒 有一种人是特爱晒自己 你看 我现在在纽约 我在马哈顿旅游 你知道吗 晒这个招人恨 恨 这个招人恨 就是 那么有些人呢 就觉得 我根本就是 一听见我的同学 这个过得好点 你知道他心里啊 那种 那种不舒服 这东西 你说缺钱不缺钱 我觉得就跟他旺死 什么逆死 没有关系 就是个感觉 好多年以前 还是你们两个 刚才出来开裆裤 云南发生了一段事情 那个马家局 马家局那个事情 他不是拿刀子砍 杀死了好几个同学吗 然后逃嘛 然后在边境被抓住了 后来抓住了以后 问他 为什么你杀这么多同学 而且大部分都是室友 一句话 因为我们家来自 最穷困的农村 他们每天都是在乔布秀 我每天被他们侮辱伤害 我实在受不了 你说农村的人 那个不是穷那么简单 是贫困 贫困才是比穷更可怕的 是 那穷是什么可怕呢 缺钱是说 当假如他在结构上面 我们搞社会学的 穷缺钱上面把你的机会限制住 把你的能力没得发挥 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因为你每个人 你家层也穷过好久 你自己凭努力等等 可是有个限制 有个结构的限制在那边 让你受到不公道对待 那个才是真的要去关心改善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不能光用数字来看 贫困不贫困 因为现在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一些社会 有一些地区 你觉得他的收入低于联合国所定的 这个基础线 他是贫困人口 但你会发现他的生活里面 仿佛并没有 就是别的国家 没有那么多悲哀 为什么呢 这就牵涉另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面 如果我们觉得缺钱是很大问题的话 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 有很多东西必须用钱来买得到 来解决掉 来解决掉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特别的情况 就是用钱能够解决的问题 比以前更多 但是有些东西呢 在过去是不需要用钱来解决的 比如说人跟人的关系 比如说你的尊严 你的健康的生活 你的家庭的生活 邻里的生活 有时候一些定义良好生活的其他的要素 不是用钱买得到 就没有钱也能得得到的东西 OK 我觉得今天我们定义发展是什么的时候 这也是这几年很多学生在讨论 到底什么叫做发展 什么叫development 就以前我们讲发展 比如中国过去 我们讲改革开放 我们要发展 我们很注重讲钱 经济这个指标 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发现 其实不一定 比如说有的 我们这个发展的定义要多元化的 因为比如说连人的尊严也要算进去 什么叫做幸福 比如说最近几年不常讲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 对很多东西要综合来计算 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 他也许收入很低 但是他比如说他享有的这个环境 比北京好太多了 你北京比较近 我们今天录影的时候还红色预警 你今天你想看你在北京 你有红色预警 你怎么办呢 那你要家里面要花很多钱买空气净化机 但这个东西在也许很多地方 他不是用钱 他不用钱就买得到 这个我给你讲这一点 我是属于你们二宅之间的中间派 就是一个无论是一个社会 一个个人一个群体 你不能把钱这个事情呢 就是降低到一点不在乎的地方 这不可能 当然 但是这句话并不能换成另外一句话 你人生中间最重视的东西 都会用钱换来 我认为是要取代一个中间段 但是我觉得 要取代中间段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中间段呢 在有些人看来啊 都是奢侈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不是说最爱唱的那高晓松那个歌吗 生活不是只有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我现在看了一些的调查 就是有些个年轻人 你知道吗 他说你 他说一句话也是金句 他说 活着我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你这就是对我来说 我这哪怕是在上学 交学费 你这包括说现在大学里说 有一个去德国交流的项目 你是不是 你去不去 别的同学报名 我就不敢说话 因为对我来说 所有的都有一个生活费 再也简单的 有选个什么课呀 或者是到外面补习个什么 但是他有一种就是说 我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 你知道就是 有一个艺术院校的一个学生 有一个财神 太佩服他了的同学们 就说这哥们上大学的第一年 就给他父母买了小汽车 第二年给自己买了小汽车 第三年 给全班同学一人买一个小汽车 那还没那么普通这么生 第三年自己搬出去 搬到高层 高租金的那个公寓去住 后来同学们说 怎么发财 我都不知道 咱们现在以为都是大学毕业之后 再去创业再去努力 他说我的父母亲太苦了 他们辛辛苦苦供我上学 他说我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 我就想我挣钱的速度 一定要赶上超过我父母老去的速度 那当然 所以他就是完全的自己在外边 办那个艺校培训班啊 拉自己学校老师去讲课呀 一切他就他整个他不是在上学 那他是进了大学就要挣钱 进了大学就开始经萨 所以学习是副业 经萨是主业 我是温涛 我更关心的是说 当他当初自己受过这些苦的时候 我没有钱啊 同学去德国交换生意连 能去我不能去啊 我在香港碰很多学生事 学校鼓励他们去去交换美国 他说老师 好 正确学校来提供每个月 我在美国的生活费什么费 我本来我不去的话 在香港一天替人家补食 五份补食 我要赚钱 要拿钱回家 我去了美国 要停掉 怎么办 我就不能去 你说那年轻人 他经历过这样之后 赚到钱了 我在想 现在 你缺钱问怎么办 与其问 要人家教你 你缺钱怎么办 那没办法教的 看你要付出多少 有多有机会 多聪明等等 不如别人提醒你 当你有一天不缺钱的时候 你应该做什么 你不要自己赚到钱 之后自己搬上大豪宅 每天喝五瓶红酒